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家这个呢 叫张能 李家这个叫李憨 这张能啊 是真有能耐 他可没有下地干活的习惯 这地里长了杂草啊 他就拿个铜锣 坐在自己家院子里的树荫下边 就光光光一通敲啊 哎 你说也奇怪啊 他一敲锣 地里的杂草就全没了 这李憨呢 憨头憨脑 要怎么叫李憨呢 整天和他的狗一起顶着毒太阳 到这地里试弄庄家去 这忙的都快飞起来了 说这一年呢 这张能又有了新招了 什么新招啊 他媳妇生了小孩 这张能就嫌洗这尿戒子太麻烦了 干脆就用这煎柄当尿布 这煎柄沾了屎以后啊 索性他就扔到牲口棚里 我一声口了 他觉得 这挺好 一举两得 恰巧的玉皇大帝下届微服失防 亲眼瞧见 就有人怎么这么招他粮食呢 不由他大怒 怒气冲冲就来到麦地 顺着麦苗的根木啊 就往上捋 麦杆上的麦顺啊 纷纷就落地了 眼瞅的 就剩下这麦骚上最后一个骂的头了 这时候李憨的狗看着了 赶紧过来啊 就不停的秧盒 哎 老天爷 您发发慈悲 别再撸了 玉皇大帝忍住怒气啊 好 那就留一个麦顺儿 这狗就问 这只留一个麦顺儿 那我吃什么呢 玉皇大帝随口就说一句 哼 没啥吃的 你就吃死吧 从此以后啊 在麦杆上就剩下那么一点麦顺儿给人吃 狗呢 狗呢 也就只好吃死了 这狗吃死啊 就这么来的 一直到现在啊 这百姓在精神济世之后 总得先扔个磨磨 就给狗吃 感念狗给人征得了最后一个麦顺 可这感念归感念啊 这人终究对狗没有高看一眼 喝狗沾边的都不是什么好吃 咋什么狗腿的啊 等等吧 反正是这狗是真冤啊 但还有更冤的事在等着狗呢 咱们再说啊 这玉皇大帝 只留下麦烧上一个小小的顺儿 从此以后就管那麦子叫小麦了 这老百姓就单凭着这个骂的头 就维持生计 这好日子啊 这算是过到头了 这李汉呢 整天是脸朝黄土背朝天 可地里边干活 他的狗呢 就陪着他 寸步不离 这张能呢 仍然整天窝在家里 吃喝玩乐 玩够了呢 就拿起那锣 到院子里 光光光一顿乱敲啊 他就想自己每天都敲锣 这地里的杂草 这应该早就没了 正好赶上啊 这天不错 这张能呢 可家里呆腻味了 就想出门 踏得轻晒晒心 溜溜答答就来到地里了 没成想到地里一看啊 大吃一惊啊 自己家地里的草不但没光啊 反而疯涨 那草涨呢 比麦子还高呢 这张能正跟他纳闷了 这冷不防一只大灰狼 从那荒草中窜出来 就直扑的张能啊 这张能吓得窝窝烂叫唬呢 正在危急的时刻 这幸亏李汉家的狗 叫的就扑过来 把这狼给吓跑了 救了张能一条小命啊 虽然李家的狗救了张能一命 但是呢 这张能啊 瞧不起李汉 顺耐的就瞧不起这老李家的狗 这狗呢 还朝着这狼跑的方向叫的 把这张能叫得心烦了 飞起一脚 就把这狗踹翻了 滚蛋 你个傻狗 这张能望着自己家里的荒草正纳闷呢 溜溜达达就来到李汉家的麦田里一看 这一瞧他可就傻眼了 老李家麦田不但没长草啊 而且这麦子长得这个叫好 张能明白了 怪不得这李汉哪 从来不敲锣 现如今这乾坤反转了 这锣敲得越响 这杂草长得越欢 这张能心里可就不平衡了 晚上啊 趁着地里没人 拎着铜锣 拎着锣唇 对着老李家的麦田哪 这顿敲啊 光光光光光光光 一边敲啊 一边咬牙切死的嘛 啊 我叫你长得欢色啊 光光光 敲着一下 我管叫你的草 比你的苗啊 长得还旺的 让你的麦苗啊 都光光光 都死没漏 这李汉的狗听到动静了 立马就跑过来 对着张能就叫起来了 这张能一边使劲敲锣啊 一边用脚去踢这狗 这狗顺势呢 就把张能那脚脖子 给叼了一口 这张能一疼一咬牙的一死劲 就听哐的一声 这锣啊 给敲破了 这回可敲不成了 后来啊 大家伙就把这个 挤着别人说别人坏话的行为 叫做敲破锣 这老李家的狗啃了张能一口 你这还了得 更加悲惨的厄运 就降临到这个狗的身上 张能回到村里啊 扔下破锣 怒气冲冲的 就到李汉家去兴师问罪去了 他指着自己脚脖子上那一道的狗牙印 杀破耍赖 说自己好心给老李家地里啊 帮忙敲锣除草 这李家狗不识好歹 反而咬了自己的脚 这李汉哪 这人汉 他可就信了 大骂自己家的狗 说不识好人心 说的抄起木棍 就死命的朝这狗打过去 这狗做梦也没想到 这主人能这么凶狠的对他 这一个催不及防 被打死了一条腿 他平时啊 对主人是百依百顺 忠心耿耿 认为人呢 是万物之王 所以啊 平时他总是轻声的叫 那时候狗叫 是王王 这么叫 亲切的呼唤了主人 即使发现这个张能 给他干坏事呢 他也只是用重音 叫王王啊 这么的叫的 恼怒之中啊 还带了几分的敬畏 想不到张能用脚狠命的踹他 这李汉呢 死命的用棍子打他 这狗就搞不明白了 今天这些王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对待自己呢 到了晚上呢 这李汉又后悔了 过来查看那狗的伤势 这狗啊 舌了腿了 钻心的疼 不停的跟他哼哼 他就依偎在自己王的身旁 想着伤心的事情 想着求老天爷 给人留下唯一的卖碎 自己从此却只能吃死了 那狗难过的就流下一滴眼泪 想到这张能使坏 这李汉呢 却浑然不知 着急的流下了第二滴眼泪 想到自己阻止这张能干坏事 反而被主人打折了腿 委屈的流下了第三滴眼泪 这三滴泪水 撒在自己王的身旁 这自然呢 就变成王子了 从此以后啊 这狗叫起来就是 汪汪 这狗啊 望着李汉 哀怨呢 汪汪呢 就哭诉起来了 咱们再说呀 经张能的敲破裸以后 这李汉家地里不但没长杂草 反倒是这麦子 越长越旺 张能对李汉的称呼啊 也由原来的汉子 变成了汉哥 这李汉一高兴啊 从此和张能就吃喝不论了 张能平时啊 总向这李汉借麦子 不管借多少 这李汉呢 都答应 这李汉的老婆看在心里 急在心上 可没招啊 劝不了 说这一天呢 这张能就约李汉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他就趴在李汉的耳边问 哥呀 你知道老天爷姓啥不 这李汉摇摇脑袋 我不知道啊 这张能神秘的说 我跟你说呀 姓张啊 叫张玉皇 那是我的本家啊 李汉一听啊 十分的佩服 这张能又说了 说这张玉皇给自己托梦了 说要让老张家全家都上天去享福去 可这张能呢 就无论如何 也舍不得下这个哥哥 就求老天爷 让他带李汉这外姓人给带上去 就算自己老婆的娘家人 也一个都不带 李汉一听啊 既感动又高兴 当场就表态了 那好 我把我老婆打回娘家去 我这家里的粮食啊 全都送给你小舅子 这李汉说吧呀 趁着酒劲 就带着张能的小舅子 来到自家去拉粮食去 那李汉的狗一瞧见 有生人拜三更来家拉东西啊 叫着就扑上来了 被李汉一脚就踢翻了 这李汉老婆一瞧见 自家的粮食被人装上车了 赶紧出来阻拦 李汉上去一个大嘴巴的 就给来个满脸花 你给我滚回娘家去 这李汉的老婆哭哭啼啼的 就走了 这张能的小舅子 搬了东西也溜了 这李汉的酒劲就上了头了 就感觉天旋逆转了 一头就栽倒在院子里睡着了 这李家的狗从地上爬起来 自从被李汉打折腿以后啊 就整天病病歪歪的 现在瘦的都皮包骨头了 看到主人不省人色 就依偎在主人的身旁 用自己的体温就暖着李汉 不停的朝着主人汪汪的叫着 把最后一滴眼泪就撒在了李汉的额头上 这李汉呢 正可呢 做着花红柳绿的生鲜梦呢 梦见自己就来到了潘桃园 那头又大又红啊 这李汉栽桃的时候啊 这鹿猪掉下来 就感到额头上冰凉 睁开眼睛一瞧呢 发现自己枕在狗的身上 这狗啊奄奄一息 仍然是有气无力的叫的 这李汉 只吸一听狗的叫声 哎 这怎么不像早先亲切的叫汪汪的呢 也不像后来这安怨的平声就汪汪的 声音短促而淒厉 听起来就像是足足足 这李汉摸着丝鲁鲁的额头 就知道啊这狗一滴眼泪落成了 他猛然醒悟啊 这王子头上一滴泪 这不就是主人吗 是啊 人是万物之主 人更应该有族意 有主见 有主心骨 最后啊 这狗死了 李汉呢 完全醒过来了 这群像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 你还能看到